日前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疯传北大又出大事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微博上说 美国一家学院的100多名教职员工 联名致函北大 呼吁和警告 不要解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 而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在9月9号发表的文章指称 夏业良在去年就没有通过教授岗位考核 对此夏业良本人指出 这是环石总编胡锡进的公开造谣 资深媒体人海外风险资深顾问陈铁元在微博上披露 北大解聘夏业良可能会引起外交纷争 9月3号 美国卫斯理学院136名教职员工 联署致信北京大学校长王恩歌等人 呼吁北大不要解除夏业良的职务 否则将要重新考虑合作关系 卫斯理学院是美国顶尖文科的著名女子学院 曾培养过大批有影响力的世界女性领导人 如宋美玲等 9月初 魏斯理学院宣布 与北京大学成为妇女全球伙伴 第一个合作伙伴 国际大学有名其的大学 都会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 就在大学是可以自由思想 自由表达的地方 这个表明了国际社会 对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理念的坚持 后来我陆续接到了很多 来自国际上很多大学啊 或者一些著名学者的声援 今年7月3号夏野良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披露 遭到北大校方威胁 9月份可能会被开除 他说有人举报他用夏野良巴士的微博 恶毒攻击党和国家及社会主义制度 嘲笑和歪曲中国梦 对北大有可能解聘夏野良的消息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支持夏野良 北京著名学者吴嘉祥说 北大确实要解除某些教授的职务 但绝不是夏老师 有人提出北大最该解除的是 孔庆东和张仪武 9月9号环球时报的一篇署名 《善人平》的评论文章宣称 夏野良的推特账号上 充满了攻击中共政治体制的言论 抨击现行体制是反民主 反法治 反人类 这些言论表明 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是极端的 网络不少读者都知道 《善人平》实际上是环石总编胡锡进 评论文章还声称 夏野良的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是对立的 什么叫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跟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有什么差异 如果不一样的话 应该以哪个为止 难道官方说自己的主流就主流了吗 有多少人从心里面认同这些价值观呢 你比如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套东西 已经讲了多少年了 中国现在14亿人 里面有多少人去认同 说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啊 《善人平》在文章中还提到 据环石了解 大陆高校刚刚开学 北大的教授聘职工作还在进行中 夏野良去年就没有通过教授岗位考核 夏野良表示 去年他就已经通过了岗位业绩考核 胡锡进的说法属于造谣诽谤 他将保留对其进行法律诉讼 不会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北大一个学校来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很可能就是来自上面 也就是目前中共当局 他整个这样一个对待知识分子 对待学术和思想自由的这样一种态度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 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目前的中共有多虚弱 同样是北大教授 夏野良按照良心说话 中共就要打压 孔庆东不停的大放厥死 中共就一再的中容 这一切真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幸 而现在的北大如果连话都不能说的话 那还是什么北大呢 那就失去了北大的灵魂 就北大的这个精神已死 在历史上 北大以思想自由而著称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等许多 现代政治运动的中心地 近代却已经沦为了中国政治情语表 在历史上